4月21日上午 李四成率领大军 对山海关发动了全面的攻击 这是一场人数悬殊的战斗 吴三桂已经有三万官名铁军 而他要对抗的是李四成的十万大军 胜负四肢早有定军 这一天战场上的吴三桂频频向关外投下期待的目光 他期待自己能在某一次回首之间看到清军的影子 哪怕是八旗军的马队在行径中扬起的黄辉 直到下午关外方向依旧像往日一般平静 由于实力悬俗 孤军奋战的官名铁军伤亡惨重 山口关危在旦夕 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黄昏时分 暮色低垂才稍告人心 就在此时焦急万分的吴三桂终于等来了救兵 不料就在去山海关外不远的地方 多尔滚命令清军停止前进 原地待命 团兵不进 驻守关外 吴三桂恍然大悟 多尔滚手握胜负筹码 要和自己进行一场谈判 山海关它是有一座主城和四个浮城 就是东罗西罗南意和北意 四个浮城有三个浮城都险些被攻破 这个是很危险 也就是说第一天它根本就是感觉到了 李自成的攻势非常的猛 他守不住 所以吴三桂感到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 他没有严禁 他是守不住这个城 即将到来的一天 将是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大战 只有依靠清军的相处 自己才有胜算的可能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 多尔滚不愿意出手相助 吴三桂心急如焚 立刻派遣使者前往清营 这是吴三桂有生以来最漫长的夜晚 大顺军如虎狼之师 企图全坚宁援铁军 自己已无退路 清军在他的戒兵之请下 抵达山海关外 但却迟迟不见入关 如果在天亮之前不能让清军入关 等待他的只有不可挽回的失败 吴三桂意识到 自己必须尽快与多尔滚达成共识 因为每一秒钟的逝去 都意味着自己距离死亡越来越近 这天夜里 吴三桂派出的使者 先后八次面见多尔滚 请求他火速出兵进入山海关 使者带回了消息 多尔滚对入关之事 表示的冷漠 让吴三桂彻底陷入了绝望 自己一厢情愿 以求两全的戒兵之策 在多尔滚那里依然失败 现在多尔滚握着决定胜负的筹码 他给出的选择里 没有戒兵 只有投降 投降这个字眼 火辣辣地刺激着吴三桂的神经 多年来 黄太极多次招降吴三桂 都被他言辞拒绝 即使在李自成大军 逼近山海关的危急时刻 他也未曾想过降清 而是以戒兵之请 解山海关之位 如今陷入绝境之中 吴三桂几乎已经动摇 因为天亮之后 李自成大军的洪流 将淹没他所有的脱离 天地巨变 终于彻底压碎了 吴三桂身上的人格理想 他选择了将自己 从中军报国的道德外壳下 剥离出来 然而 这种血淋淋的剥离 是如此残酷 毕竟自命不凡的吴三桂 曾有过真实的道德理想 精忠报国 忠臣孝子 这是他对自己的生命构想 然而 现在 这一切全部都被击碎 吴三桂不知道自己 最终将以什么样的形象 进入历史 他只能仰天长叹 现在他剩下的 只有这只与他相依为命的 关宁铁军 四月二十二日 天边刚刚显露曙光 山海雄关的东大门动开 清军终于入关了 入关后清军依然按兵不动 多二管一声令下 令吴三桂率领官宁铁骑 作为先锋 与李四成大军击仗 大战一触即发 军力不善 由不得吴三桂片铺 如可奈何之下 吴三桂带着官宁铁军 首先冲铺的敌战 西战持续到中午时分 吴军奉战的官宁铁骑 陷入重重包围 吴三桂几乎绝望而使 清军终于从右翼上处 八级铁骑 以出其不意的攻击 将以敖战多时 精疲力尽的大奋军 杀得溃坏不堪 李四成带着残铺 狼狈地逃离的山汉关 当山海关大战 以大逆转的结局结束时 受命作为前锋的官宁铁军 几乎消耗殆尽 吴三桂最终没能如愿 保住这支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军队 那天傍晚 当吴三桂离开失衡遍野的战场时 他回头看了一眼 夕阳下的巡观 满天七雁的晚霞 仿佛在为他哭泣 弥漫在山海关的硝烟还未散尽 多尔滚下令进封吴三桂为平西王 跟随他多年的官宁将士 在山海关大战中几乎全军覆没 多尔滚划拨精兵一万 为吴三桂指挥 他能做的只有接受 接受清朝的封赏和任务 接受剃发义服的秘密 卖过了忠臣孝子的道德门槛 最终却没能保全自己的军队 此时吴三桂截然一身 再也没有退路 四月二十三日 在退逃回京师的路上 李四成杀死了吴湘 三天后 吴家三十余口在北京被满门抄斩 亲人的血液淹没了吴三桂最后一丝闻溢 此时的吴三桂发现自己终究无法逃脱 早已入地的宿命 命运摧毁他所有的理想 他做不了忠臣 也当不成孝子 失去了军队 失去了家族 吴三桂已经一无所有 从孤二桂手中接过平溪王的封号 他十分清楚 此时能毫无选择地成为清朝这一扫除农民军的棋子 如果说掌控山海关时 作为一颗决定性的砝码 吴三桂可以左右着历史的天平 那么当他迎接清军入关时 历史已成定局 现在他只能屈服于不可改变的现实 吴三桂只能继续为大清王朝效力 这是他再也无法逃脱的宿命